其實我覺得去旅行化妝 最重要是選擇一些你平時都用的產品 因為好像我這裡 其實我這個酒店的陽光都蠻差 它是沒有白光可以給我的 只有黃光 所以如果你用一些很大膽 想去旅行試多些風格 用一些很大膽的東西的話 其實是很容易出事的 因為燈光令你不知道自己化了什麼 可能會變得很濃 所以我還是覺得去旅行是用一些比較安全的東西 自己用開 之後能夠知道自己是怎樣化是最好的 我剛才問我男朋友我現在最好 我用了新的COOCOOMOSKOO的唇膏 然後我問他是什麼食物 你快點答我 我吃的是什麼食物 深的櫻桃紅 他說深的櫻桃紅 大家評評一下 我跟他說這個是蜂葉色 他跟我說是蜂葉是沒有色的 我說蜂葉是沒有色的 蜂葉是透明的 然後他說蜂葉是沒有色的 他說是深的櫻桃紅色 銅色哪裡都是這樣的 然後這就是今天要分享的小線 但我完全拍不到他 我太矮了 會剪掉我的頭髮就剪掉我的頭髮 遲一點不過身體也沒有 我們因為還在排隊賣的Isaac 所以真的沒有工作 今天我們會去這個蜂蜂Café 會去吃豬手 去雲大 看看我有沒有時間可以拍給大家吃 對啦 這裡就是Isaac 我覺得他們在這裡煮這個 是超像overcooked遊戲的 他們超規律的 煎煎煎煎煎煎 然後他們的菜單 我們點了這個 No.3這個 然後這個就是他們的招牌 很容易認的 我們現在就等著我們的三文治 等了很久了 終於買完這個Isaac了 很曬呀 快試一下好不好吃 我們排隊今天就是為了讓他吃這個Isaac 等了很久了 真的 好吃嗎 包包不太 還沒吃過一點鹹 然後還是三文治 哎呀 好曬呀 好吃嗎 好吃嗎 真的很好吃 終於很好吃 我們在一起吃吧 很好吃 我們買了一個share 對 哇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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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Isaac做早餐真的超好吃的 但是他的決點是現在要排隊 如果不用排隊他真的超級好的選擇 所以大家可以找一下 其實很多區都有Isaac 不是只有兩間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研究一下附近有沒有 現在可以再買 可以再買 很冷的 然後這裡有一點麵 應該一會兒放進湯那裡 有些醬 應該是 我不知道什麼味道 這個是辣醬 這個是麻油 但這個我還沒肯定是什麼醬 現在美女姐姐幫我們把麵和芽菜倒進口菜湯那裡煮 待會兒等豬腳來 哇 豬手來了 原來他會送這碟菜的 這碟沙律 我看到頭頭都有 我還在想為什麼每個人都叫 不會吃不完嗎 原來是送的 超大碟 然後剛才這個甜菜已經被人秤了 這個很好吃 它是一些芥末沙的 像醬米粉一樣的東西 挺有趣 然後這個就是豬手本體 很多蒜蓉 我們點了蒜蓉味 應該吃完之後可以鬥口臭 待會兒 我不客氣了我要吃 這一頓要比較吃平 因為我真的覺得很好吃 如果你是喜歡吃豬手的 這個一定要來試 這間叫做豬手小姐 我是在雲大 那些地址我儘量打在info bar 如果我找到的話 然後它真的無敵好吃 我覺得它的豬手很入味 然後就算它有蒜蓉 也沒有蓋過豬手的味 然後它的泡菜湯是超加分 因為真的超級無敵好吃 泡菜湯 我不是好吃得辣 它辣得來又不會很搶喉那種辣 因為我是很差的 我吃鹽仔十少辣 我已經覺得辣那些人 所以如果我吃到 我覺得它真的很好吃 但如果你說你很喜歡吃很辣的話 你會覺得它不夠辣 然後點豬手的醬也很好吃 我覺得中間的辣醬很好吃 我覺得這個是推薦的 我會給它四顆星 我們現在來到本雄cafe了 大家看看 這裡有本雄的小姐 變得宜了 HELLO 碗紅 他好可愛 他去廁所嗎 他不是去廁所 他現在是一個chopper HELLO 碗紅 HELLO 嘩 還有一隻 HELLO 他幹嘛說話 在這裡還有兩隻趴在這裡的碗紅 好可愛 他們現在就這樣 這樣就沒那麼兇了 然後 但他們很容易發惡 你看上面那隻不喜歡下面那隻 然後他一來的時候就在這裡餓他 韓國的炒辣雞 這個是我每次來到韓國都會別吃的東西 現在煮好了麵 然後他的前菜全部都超好吃 這個是通心粉沙律 這個是Kimchi 超好吃 這裡是新村的春村辣雞 我覺得這間辣雞是好吃的 名洞超多的 一定一定要來吃 超醜的 我剛才認錯自己的男朋友 幸好我不會衝過去 然後我會跟他說HELLO 否則我真的會很疼 我忘了我男朋友穿什麼衣服 雪褲和褲 好 第二天的VLOG就分享完了 之後那天我們就去了滑雪 如果想看的話記得留意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またね 我們下 atroc �稀